主料,大虾250克,鲜肉180克,主料,葱,姜,红酒,盐,洋葱,土豆,胡萝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洋葱土豆胡萝卜切成小片,鲜肉在锅内煮成8成熟,放量切成薄片炒锅上火,放少许油爆香,洋葱土豆胡萝卜放点盐,红酒鲜肉, 鲜肉汤略炒,在烤盘上铺一层锡薄煮,在锡纸上铺一层鲜肉,再把大虾排在上面之鱼的洒上炒好的洋葱土豆胡萝卜,上面再铺一层鲜肉,用锡纸包起来,在烤箱内容200度的火烤30分钟,烤好后直接连锡纸一起端入盘子上桌,烹饪技巧 一,大虾洗干净用牙签在虾尾第二个关节处挑出虾线,用葱姜红酒盐面半个小时 二,鲜肉是我在进入腊月时,自己腌制的比街上卖的香多了 每年包从此时,用腊肉包的最受欢迎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